在前面我们用数组的方式来判断了主机是否存活给了三次机会对不对 方法是最后看数组当中的这个元素的个数是否等于3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变量 不一定用数组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把这个脚本呢写一下 修改那个写一下吧 pin count3第二脚本 OK 手机快的同学可以来跟着写一下 usrb下的bash well我们宣传好吧 reader ip do down输入重铃项 从ip.ts里面重铃项 同样呢我们现在是for循环 ip 然后in什么 啊这不是ip这是次数是吧 次数 次数我们刚才用的是不是count 接着用count吧 in多少 一点点点三度到 首先我们上来先要pin一下这个pin一下 在pin之前呢我们定一个变量 好这边啊这个这个吧这个count我们还是用i吧 下面我们定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用来干嘛的 累计它循环的次数的这个我们用count等于0 它的一开始呢是失败次数等于0 第一个初值 就是没有失败 第一0次 这个0放到上面 放这个位置啊 上来以后先有一个变量 这个放一个变量 然后初始呢 默认就是没有失败 0次 然后我们呢如果失败了就把这个变成了加1看到吗 如果失败就变成了加1 -C1-W 大喜W吧 1 然后dollar哪个ip 然后将这个结果呢还是不要 if if i 然后fi 同样如果通的话 dollar问号eco等于0的话呢 我们肯定还是要直接输出 就不再纠缠了对不对 dollarip ping is ok 那然后怎么怎么做 不通了以后该跳出循环不用走第二次吧 一次走通的话不用走第二次 是break 否则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打印一个 dollarip ping is fail 几次 几次在哪 那个变量是哪个 i 然后我们再let 把那个叫fail count的变量 加加 就是把它加1 它原来是0吧 现在是不是加加加 但为什么每次进来要-0呢 因为怕下一个进来以后有影响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进来以后先-0 每次进来以后都签给了七尼 就是谁来到这儿 先把你的人生给你七尼 然后我们再累加累计 好了 这个结果 这就是到这儿了为止呢 这个循环 还没有结束 这个循环结束以后 我们要给出 给出一个鉴定意见 如果 dollar fail count eq 等于3 这个没有用数组 好吧 这个是变量的值 而刚才用的是数组的元素的个数 是不是 iq 这又就不是有几次了 这个时候就是wip 真是的什么 失败 碳碳碳吧 碳好吧 这个思想了 不太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也是呢 就是将失败呢 给什么 给累加 而不是 刚才我们是不是放了 失败以后 在数组当中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元素 失败再加一个元素 最后加了三个元素 那你就 数字元素如果等于三 那你失败了吧 现在只不过是把变量值加一 但是别忘了 如果没有这个fail count等0的话会怎么样 下一个人进来就不好整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次进来以后 给大家都付一个 谁进来谁都先清零 先走零开始走 能不能听懂 好 试一下 然后我们找一个位置去试一下 a加xp2 一次 两次 三次 失败 一次 两次 三次 失败 注意到了吗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 这是不是 这种方法也可以啊 好 一个用到变量 一个用到数组 那你说哪个好呢 那么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 肯定是一样的 从哪个更好的角度来讲的话 肯定数组更高级一点 是不是 就是你要能够用数字解决问题 那你的这个 高度就已经 上去了 OK 行了吗 来我们请上人生当中最简单的一个 上场 往往最简单的也是 最好的 保存哦 这块各位 应该没问题吧 跟那个数组对比起来的话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是 用的变量 累加是吧 变量的方式 好